相信大家上網時都試過在登入網站或者進行下載之前 被要求輸入驗證碼,有時都挺麻煩的 Google最近推出新的驗證方法 用家只需要在我不是機械人這一欄 簡單按一按就行了 比起以往輸入驗證碼方便得多 又鳳凱寧說說 平日在網上註冊帳戶或者在討論區留言 總是要經過一道保安關卡 就是輸入這類驗證碼 用家要認出變形扭曲的字串 證明自己是人類 用意是排除有黑客以自動登入的電腦程式 進行惡意的大量重複登記 這些驗證碼臨臨種種 最初由幾個數字或者字母組成 後來出現這種要認出扭曲的英文單詞 但被指逐漸出現過火的傾向 有些驗證碼的扭曲程度 根本是常人難以辨認 用家不禁想問究竟是驗人還是驗眼線 再加上人工智能愈趨成熟 這種扭曲圖案文字已經考不到他們 驗證碼本來想過濾惡意程式 現時變得本末倒置 有件及此 Google推出全新的簡易驗證方式 用家登入時 只要在我不是機械人一欄按揭後 系統就知道你是真人 可以散卻麻煩的驗證程序 因為系統在背後分析 你點擊的時候 滑鼠浮標移動的軌跡 加上檢視前瀏覽網頁的紀錄 就足以判斷你是否真人 一旦有懷疑 仍然可以使用傳統的輸入驗證碼 上月底應有網站試用新功能 並且成功分辨到超過八成用家 Google現時已免費開放程式 給網頁設計者使用 相信將來既可以過濾惡意程式 大大縮短用家的登記時間 亦都可以提高網站流量 有線電視記者馮凱寧報導 有些一會兒 回來會有本港消息 稍後見